日前本分局远警发现男子在男子区德贤路上逆向骑车 立即上前拦查 经查65岁的老男全身散发酒味 坦承酒驾酒车值为0.45毫克 当场以公共危险罪限刑犯逮捕 巡后解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未料老男交保后酒精未完全消退又骑乘机车外出 同日22时38分许 因行车不稳在德贤路上再次招远警拦查 老男急忙解释下午才刚因酒驾招移送 结果测试后酒车值仍达0.18毫克 远警当场自单举发并迎自保管车辆 同时规劝老男不要再喝了喝多会误事